第3節,我們上完太空,下完深海,跟著我們回古代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是非常多人化的 我們可否估計以前的人的味道是怎樣的呢? 其實大家去讀歷史、去看歷史 甚至乎去博物館了解考古的故事 我們看故事、聽故事,希望有文字記錄 有人喜歡存古董就希望可以掘到一些器件 接著就文物考古,文物考古不是只掘到一些貴重的東西 就是希望對於整個遺跡和當時的生活生態 希望就有個記錄 另外就是譬如中國大陸掘兵馬俑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一掘出來的兵馬俑上面的顏色就走了色了 我們很希望就還原一些以前的顏料的圖案是怎樣的 有些畫放了很久變了色,它原本的色彩要是怎樣的呢? 我希望透過考古來去做還原 而這些大家聽起來就知道一定是和化學有關的 另外我們都介紹過DNA考古 上個星期Follow回憶錄 我又很精彩看到就是怎樣可以給貝多芬更加清楚它的身世 和清楚它的病史 你會發覺就是為了了解過去 你基本上將所有的物理化學生物 那些基因研究 什麼都放進去 然後希望將過去還原回上來 但是有兩個東西我覺得很難還原 是什麼呢?就是聲音和氣味 古代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譬如我講的 譬如古代關公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你其實沒有辦法去治療了 我們要知道古人的聲音我們最遠的就是 只能夠是靠錄音 說的都是百多年前有錄音技術 我們才會聽到錄音 而且都有點失真 因為錄音的技術有些偏差 就算我們從那個人體那個體型那裡去 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驗證 這個是有幾準確的 所以聲音的紀錄沒有了就沒有了 另外就是什麼呢?氣味的紀錄 我們通常從那些考古為止發掘 你去到那些皇陵那裡 你都不會遇到很香的 進去都是吐了很多年的味道 但是當時他們撞去的時候 就沒有遇到自己那樣臭的 當然是希望有最美、最好的味道去陪著它 所以如果你說一些皇陵的考古 一些重要人物那些考古為止 我想那種氣味的考古 它對於了解當時的歷史文化 我覺得是一件都很有意思的事 其實對於整個考古學裡面 我想對於氣味考古這件事 其實一直就是外於那個科學方法不成熟 就一直都沒有什麼可以怎樣去搞 譬如我們回顧就是DNA考古 非常精彩 甚至乎吸引到一些傳統對考古學有興趣的人 都刻意去隔離學術部門 學一下DNA研究的東西 來幫它自己做基因考古 所以才有上個星期的科學回憶錄 去考古多分DNA的故事 但是對於這個氣味的考古 也很有賴這班既有歷史學式的考古人員 去真是要再花點時間去學一門新的學問 來怎樣去做分子分析 來幫他們去做這個氣味考古 其實這一節就很想他總統給我們介紹 就是我們對於氣味考古現在呢 有什麼手段和接下來會有什麼發展的路向 那如果你有看過《書劍欣Sir》錄裏面 有個角色叫香菲 那香菲是不是真的香的呢 或者它的香味是怎樣呢 我們到現在都無從得知的 或者它撞了之後都盡然有沒有這種香味呢 那這個就又是要透過考古學了 至於你剛才提到古人那個聲音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讀語言學我們都有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們怎麼還原以前的語言呢 以前的 就是說春酒戰的時候 那些人講了什麼話呢 是的 你說語語的發音一直在變 以前同一個字的發音是怎樣呢 是不是那時候何文匯講的那些發音呢 有運輸的 但是我們不肯 單靠運輸我們可以還原當時的語音是怎樣的 所以整個問題其實就是牽涉到科學的 但是如果我們做一個香味考古學 今天的分子的這個研究 對我們研究這件事有沒有幫助呢 那你問我說呢 我反而會覺得呢 做氣味的考古現在憑著科學的手段 是比起做聲音的考古呢 更加有可能會成功 聲音呢 說了出來 一陣風沒有了 你記錄不了下來 但是呢 氣味很多時候就是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一些化學分子 這些化學分子呢 它要不留得住 要不散了去 或者它原地留在那裡 但是變了質 如果我們能夠由它變了質的樣子 嘗試還原回到它原本的樣子 就有希望去問回就是以前它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分子 然後就是去演繹那個氣味是怎樣的樣子 如果再能夠加到一些文獻的記錄來 把那個配方那個Recipe 整個Codebook這樣弄出來呢 那更加有希望能夠還原回這些氣味 但是這個又要問一下台長 其實呢 如果以你對於那個歷史的見聞呢 有沒有現在有一種的氣味 是我們能夠代代相傳 是流傳了最長的一種氣味 你會想是哪一種的? 臭味 或者我想說一些古代的香氛、香味 就是如果要你去嘗試去猜 你覺得是從哪裏流傳 哪個文化、哪裏流傳下來的那種香味 是應該今天都準確的能夠保存到呢 現在傳了這麼多年了 我會猜是花 花的香味 花的香味 首先我們知道的品種 是不是 那你看我甚至乎會想 如果你想起宗教有關的 就是香 甚至乎就是說 基督宗教裏面 乳香這些這樣的材料 那基本上你是有個傳統記錄 留著是由什麼的粵材料 弄什麼的套罩弄 在哪裡找這種材料 那香味一路有人去確認是沒有走叉的 那基本上就是 那就是流傳了那個 整個配方有辦法去保存下來 是不是? 但是也同時就是說 很多古代是流下來 當時留著那種香味 不是就是說香水的香味 直接是你煮食物的那種這樣的食香味 那個配方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個文明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或者就是你會擔心那個材料都變了質的了 那些配方的比例可能你都沒有流傳 那些資料不存的時候 那在古代的氣味是怎麼樣呢? 那不知道呢?就是上幾個星期的時候我們有介紹過一個古埃及的考古 那很有趣的就是說呢 剛好在那個考古為止就找到有幾個鞏 那幾個鞏就分別就寫著就是說呢 這些這樣的材料是準備是怎麼去用的 它就不是拿來煮菜 它是拿來去醃那個木乃伊 然後就說我們從那個器皿裡面那個內部那裡刮一些渣出來 就去考究究竟裡面原來應有的原本是什麼材料 那基本上就有了這樣的印證 我們就大約去知道原來醃木乃伊的時候不同的部分 是用不同的東西去醃 那這個其中之一 另外又有人去試過做研究就是把那個叫做龐貝古城那個位置 那因為我們現在挖回那個位置 我們就找回它當時那些小食檔 是怎麼樣的樣子上面是賣什麼肉呢? 它有些公仔還留在那裡 那甚至乎那個鍋湯裡面那些東西 裡面有鍋什麼的食物還留在那裡 那就有人搜集到足夠的資料上次去煮那個碟 當時龐貝人去吃的那個碟東西是什麼 是什麼味道是什麼 就是它還原回上來 那這個都是那個氣味考古的工作之一來的 那現在這次發問 其實我們剛才不小心講那些的 你是要憑著那個化學那個的分析 有時候是說純粹化學分子上面 你將它氣化了 然後就做一個叫Spectroscopy 看看裡面有那個化學成份有些什麼在那裡 然後你就明白到那個氣味會是怎麼樣 如果你說香水的就麻煩一點了 因為其實就算今時今日很多的香水 它不是用水來做溶劑的 它要加酒精 酒精這些東西是會走了的 是會揮發了的 究竟原先那個版本裡面 我要加多少酒精下去呢 這個又要去試了 其實就在今次這個CNN報道裡面 就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就是其實他們想製作那個埃及妖後 當時查的香水 等於我剛才說的香菲那個 香菲原本它是香的 它是人本心發生的 還是它查了某一種的香料 令到它香呢 這個就留給歷史學家去考究了 這個如果說去重組埃及妖後的香料 一定要靠文獻 就是文獻裡面記載它溶 不過它這裡說的很有趣 它說最初溶的時候是臭的 溶一下才找到那個香料出來 那它就是說要經歷一些加熱的過程 加熱的過程是希望將它原本臭的東西煮走了 其實它溶出來的東西是有香有臭的 但是人很有趣的 我們對臭味的反應 是比起我們對香味的反應強烈很多的 因為臭的東西通常是代表著一些腐爛的東西 還有一些不乾淨 對我們生命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人對於臭味的警覺性是很高的 對於香味我們很容易疲勞的 其實就算你不要說說這個埃及妖後用的那種香水 你就算說現在很值錢去煉製香水那些龍鹽香 譬如是由瓊魚那裡吐出來的那塊東西 其實那塊東西你掘出來不香的 很臭的 但是要經歷過它的煉製過程那裡 才能拿到它的香的成份出來 就這樣那塊東西放在那裡不香的 它一定要是製過的 製的過程裏面 它可能是一個 將一些不好的東西去加熱揮發酒 或者是將它變了質的過程 最後大家在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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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即是我們就算吃東西我們都知道 你要吃那種食物的那種香味 很多時候是那種油香 其實那種油香不是限於那種煮菜時候的那種香味 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說喝酒的那種酒的香味 都是多多少少來自這種脂質 或者是在柔軟化學上的一種Aster 去帶來那種香味 那這種脂質它是和油溶性 也就是說它的結構上面不會太穩定 那它會變質 香的東西變臭的東西 但是由它剩下來的殘餘 我們可以大約還原 但是它原本應該就是對應這種香味的脂質來的 所以就是由這些我們測量殘餘的物質分子 以我們對化學認識來嘗試去還原 估回原本有什麼 但是我想對於我們讀歷史的一個最大的疑問就是 我們今天我們很多科學的方法可以重組 但是古人它是靠那個什麼的方法 它知道那樣東西會變香呢? 它最初是臭的嘛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學習的過程 一個try and error的過程 還是它一想就想到這個 我想都是try and error的 還有這些東西最後怎麼會變成香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和魚翅差不多 最初那些下欄的東西沒有人要的 但是結果偶偶下 不知道為什麼整整下 結果就變成不供品了 就是應該都 就是大家可能想到 如果我能夠發明這件事成為供品 我就發了這樣 那這個可能就是對於那個底下階層最大的intention 它怎樣去開發這些這樣的東西 而且你除了做農作物之外 古代人來說 你有些手作仔 也都是一個可以令到自己生存機會 去增加的一個條件 那另外還有些東西還沒說的就是 其實另外就是那個DNA考古也都會幫助到 因為有一些氣味產生的過程 是牽涉到微生物的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有能力 就可以在那些樣本 就是一些這樣考古的樣本上 找到一些蛋白質 吐過蛋白質的殘餘 然後我們甚至乎找到一些微生物的DNA的殘餘 那個微生物DNA殘餘對應什麼呢 原來對應我們的牙屎 就是牙菌網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由這些DNA的碎片 我們知道原來是有個牙菌磨細菌流下來 DNA碎片 那我基本上對應今時今日的哪個菌 的DNA 我就知道它會吐出來的是什麼味 那我基本上可能就是說 就是當時那個霧狀裡面那個人的嘴巴有多臭呢 其實我是可以知道的 其實就會是 我們看那個時候湖南那個長沙的那個霧 都查到那個屍體裡面有寄生蟲 就是那個屍體裡面 是的 這個還原它原本的狀態怎麼樣 那如果你說我們再去深究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重組 古代人對那個氣味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最終的目標我們希望能夠就是完全還原回古代的氣味 但是我覺得還原的時候最重要是那個方法 講的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可以純粹陳志雲告訴你 我根據我的知識還原就是這個了 你要有客觀證據 將客觀法來去驗證 所以其中一些手段就是說 要在我們現在今時今日去做一些實驗 當我認為我能夠還原到古代氣味的時候 那我將我現在這件整好的東西 我就放回去那個環境裡勾一下 看看又勾不勾出我當時掘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個雙向的實驗 我嘗試由現在還原回去以前 以前又嘗試由得去演化成為現在的結果 看看能不能互相去兩邊這樣對 才能夠做到一個客觀的對比 那為了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是有需要建立一個叫做 氣味的library 氣味圖書館 就是不是說圖書館的氣味 當然這個氣味圖書館 它會收藏圖書館舊書的氣味 就是我們就嘗試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我們今天想流傳的氣味 我們就裝著它 裝著它的意思就是說 讓它揮發出來的那些在空氣上面的份子 我們收藏它 濃縮它 那我們就留住了圖書館那一陣氣味 譬如台長可能你也實際 舊報紙有一陣舊報紙味 是啊是啊一定知道 那些什麼玉扣紙有一陣玉扣紙味 就是那陣氣味你走著 你就想回你去了那個報館那裡 主要是一分鐘你想回哪個報館去那陣氣味 有些不同 如果有人去你說 香港大學 馮萍山圖書館都特別臭的 那陣書的氣味 其實就是它 這些就是由這裏去引發了研究的人 我們是不是應該建立了一個聲音的資料庫 氣味的資料庫 然後就可以將這些氣味流傳方便日後研究 來幫我們互相對比印證 所以我會說這一門這樣的氣味還原的研究 目的是為了能夠還原古代的氣味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正正累積到越來越多的手段 結合了科學的方法 化驗的方法 物理化學生物的方法都會用上的了 基因的方法也都會 那就幫助我們去將這個氣味的考古 形成了一個更加完整的研究體系 舊書有舊書有沒有的 是啊 那你去購買舊書的那些店舖 走過去就有一股的書味 不過你能否留意一件事呢 互聯網 我們的互聯網 傳達到聲音 傳達到影像 是傳達不到氣味的 沒錯 是的 是的 所以是的 有沒有人能夠做到 現在在講這個時代 可以透過電話互聯網 和你做那些叫做虛擬現實 你甚至乎可以和一個虛擬公仔 你這樣跟他kiss 已經講到有些這樣的事情了 但是氣味就怎樣還原呢 我想怎樣能夠傳遞氣味的信息呢 我想我們沒有這樣的方法 沒有 現在我們講很多東西我們可以傳遞 但是氣味 你怎樣傳給我 是吧 是的 是的 好像似乎沒有人想過怎樣去做這件事 好了 我們記錯了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